今天早上檢驗全校篩檢的結果出爐 全校師生目前PCR通通都是陰性 桃園市長鄭文燦在今天早上有最新的說法 那我們這2656位這個學生採檢 那麼兩家醫院漏夜進行檢驗 到早上8點 那麼結果已經全數出來 那麼都是陰性 那麼另外送集中檢驗所的同班同學以及家人 一共是144位 那我要特別謝謝我們民政局準備了防疫關懷包 那教育局準備了這個平板電腦 都送到集中檢驗所 那麼讓檢驗所的同學仍然可以上線 那麼144位檢驗的結果也都全部是陰性 那另外長榮航空的機組員 特別是派飛到外站自家科航點的機組員 一共是55位 那麼昨天也進行了這個採檢 那麼PCR檢測的結果也都是陰性 那但是我想這個結果當然讓我們對於整個病毒傳播的情況 這個有進一步的掌控 但是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那後續該做的工作仍然必須要持續的進行 好 那目前長榮航空在五天內就發生了三名已經接種過完整疫苗 兩劑的機師還是確診 而且都飛過芝加哥 指揮中心下令 即日開始芝加哥航線的機組員在返台之後都要拘檢14天 同時要回溯過往的14天曾經飛過的機組員 而根據其中一名確診機師向同事透露 芝加哥外站的地勤跟作業人員上機 有些人是沒有戴口罩 就懷疑是他們把病毒給載上機的 那進一步來了解在昨天新增加的兩名長榮的確診機師 他們的足跡在哪裡 其實主要是在桃竹苗地區的活動 那麼其中還有人特別跑到高雄去 這個呢就是案16119 他當時呢在8月21號跟老婆呢 還曾經到這個頂中路 高雄的頂中路的推拿管去 然後呢也跑到了古山區等等 還有跑到了關西啦 這是在新竹的部分 關西內灣的部分 還有到呢這個湖口火車站 不過高雄旭政府想啦 因為他的發病日期呢 他高雄日子呢是在8月21號 不過他的發病日呢是在8月30號 所以他認為啦高雄市政府目前認為喔 他這個不在這個感染期當中喔 不過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的 再來看到的是這個16120 就是傳染給他兒子的機師喔 那麼他主要呢也是在桃竹苗地區來活動 兩個人共同的時間出發的地點呢 也是在桃園居多 所以換句話說喔 主要的活動站我剛剛講的 主要就是在桃竹苗喔 還有人特別跑到高雄等等 但問題是他們是在自主管理期間耶 那你怎麼還可以往外跑呢 好所謂的自主管理期間也就是說 你外出的話喔 你當然第一個你是要戴口罩的 然後你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你不能夠搭大眾運輸工具喔 人多的地方你都不能去等等 但是你看到他們都去什麼餐廳用餐啦 保養廠啦推拿管啦等等 這些應該都是人多的地方吧 代表你們就是不守規矩嘛 是不是 所以呢長羅呢要來開這個評委會了 同時呢民航局也要來約談當事人 如果有真的是違規事實的話 就是十萬元起跳 那進一步就來了解這個16120這個機師 他在上個月28號呢 曾經回到了苗栗頭糞老家去看父親 同時也到餐廳啦 還有串燒店等等去用餐 這兩家餐廳在得知 曾經有確診者到過他們家 他們的餐廳之後呢 現在進行清銷 同時也要停業三天 好主播帶你來關心 然意的長榮南基師 曾經回到苗栗頭糞老家 而且呢在外用餐 足跡呢曾經到了苗栗造橋 這間餐廳外家串燒燒烤店 而時間呢分別是停留兩個多鐘頭 由於目前指揮中心擔心 機師感染的是Delta病途 立刻是在現場進行清銷作業 帶你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等一下等一下 目前呢苗栗的匡列接觸者 一共有18人 其中9名呢是居家隔離 另外9人則是自主健康管理 目前全數安排到醫院來採檢PCR 報告都為陰性 而這兩間餐廳呢 在完成了清銷作業之後 也將停業三天 初步瞭解呢 當時即時是在周末回到了 頭糞的老家 探視父親和姐姐 目前兩名家人呢 都已經被列為居家隔離的對象 至於頭糞當地的居民 面對病毒來到家門口 如臨大敵 最近消息時間交還棚內 從汽車保養廠到桃園展演中心 桃竹苗大清潮如臨大敵 完整接種了兩劑AZ疫苗 之後兩名長榮機師 仍然突破性感染 最誇張的是可傳染 其還到處趴趴走 其中按161208月25號 才結束芝加哥行程返台 照理說就應該進行 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被禁止去餐廳和人多的地方 但案16120卻在28號 回苗栗頭份老家探親 甚至在當天晚上 違規到造橋一家餐廳用餐 接著還到燒烤店續攤 一路吃到晚上10點 更離譜的是 他在28號就已經出現喉嚨痛的症狀 卻還堅持繼續玩 直到9月3號才確診 目前已經匡列18名接觸者 其中9人居隔 他在入境之後做了PCR採檢 但他卻是有活動史跟接觸史 那涉及違規的部分 我們三個衛生局 會針對足跡調查 那麼來做公佈 雖然狂烈者PCR採檢全數都是陰性 但餐廳跟燒烤店都必須停業三天 而附近民眾聽到確診者足跡 也嚇得趕緊戴上口罩 就怕有個萬一 那麼恐怖 一接二連三的在這邊發生 而案1619則是先到新竹關西鎮一路吃早餐 接著跑到內灣風景區散心 直到中午才離開 兩天後又陸續出現在湖口車站 與新風箱汽車旅館 好不容疫情趨緩 就怕機師有成了破口 釀成大禍 陶竹苗繃緊神經 努力讓病毒徹底絕跡 記者綜合報導 桃園市傳出了機師確診疑似是Delta的變異株 新竹市現在同步要加強防疫 從即刻開始一直到9月9號是強化警戒措施 要縮減集會活動上限 室內是50人 室外是100人 同時要加強賣場跟超市人流管制 醫院跟長照機構將要停止開放探病 以及陪病 陪病人跟探病人現在只可以限一人 這是新竹的最新消息 那麼這個確診的機師呢 他在21號曾經跟太太南下 那麼高雄市在接獲了桃園的疫調通知之後呢 在期間曾經到三明區的推拿館 跟古山區的便利店 經過調查密切接觸者一人集中隔離檢疫 那麼一般接觸者則是安排採檢 兩人快篩的結果通通都是PCR 都視為陰性 好 那麼講到他們就在高雄的這段期間呢 曾經到過了市推拿館 一待就是五個小時 其中呢 這名染疫的機師呢 也曾經到超商去跟網友去面交 不過高雄市衛生局推算 這個案16119的染疫機師 是在八月三十一號出現症狀 他在高雄期間是在八月二十一號 所以應該是不在感染期當中 但即便是這樣 高雄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桃園確診個案16119南下足跡曝光 衛生局公佈這名機師載著太太開車 南下高雄到推拿館 一待就是五個小時 因為高度懷疑確診者可能是Delta病毒株 推拿館外消毒都不錯放 高雄市接貨桃園市通知 案16119在八月二十一號 跟太太開車南下高雄 專程前往三名區正舒服純推拿館 停留約五個小時 過程中這名機師自己開車 前往古山區的超商門市 和賣家面交網購商品後 前後停留約三分鐘 匡列疫調密切接觸者一人集中隔離檢疫 一般接觸者一人減少不必要的移動 特別是跨線式的移動 那活動或是聚會也可以盡量避免 人多擁擠的場所也不要去 衛生局匡列密切接觸者總共兩個人 快篩及PCR都是陰性 推算個案抵達高雄時間點 他在8月31號出現症狀 可傳染期並沒有包含21號在高雄足跡 初步研判傳染風險並不高 但是高度懷疑是Delta病毒 在結果還沒出來前 實在不能輕易放鬆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而案16120在出勤澳洲之前 他就已經有症狀了 但是他卻沒有誠實填寫 他先前從芝加哥回到台灣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又違規外出去吃飯 結果不小心把病毒傳染給他的兒子 對社區也是一個大威脅 對此台大兒童院的醫院院長 感染科專家黃立民就說了 短時間當中連續有三名機師確診 這實在是不單純 而且推測可能都是在境外感染 也考慮在台染疫的可能性 最可怕的情況 這是其實在長榮的內部 已經有一窩蜂的人 都已經感染到了 現在應該要把所有的機組人員 通通召回 同時要檢驗PCR抗體 才能夠釐清到底疫情的真實性 而講到這兩名長榮 其實都已經接種完兩劑的疫苗之後呢 感覺起來應該是蠻安全的了 但是呢出去之後還是確診 而且是突破性的確診 這也讓外界懷疑 這是不是Delta病毒有可能 會入侵到台灣的社區呢 就有人講了 當初就是因為放寬完整接種之後 機師只要7天的加強版自主管理 所以才會變成3加11 2.0版的破洞 緊接著就是中秋的連續假期了 如果到時候大部分的人 都跨線式移動的話 會不會全台淪陷呢 就有網友在這邊呼籲政府 是否應該取消今年的中秋連假 台灣又有兩名機師突破性感染 機師還傳染給兒子 兒子的CT值只有11 不排除是Delta病毒 一旦入侵社區 北北基頭生活圈高風血 網友嚇得知乎 一夕之間可能把台灣打回三級警戒 乾脆取消中秋連假 因為CT值11的話 其實我們擔心 這位同學更早就有傳播力 Delta可能入侵台灣社區 就怕本土疫情又再度大爆發 警衛中心緊急加研 及組員檢疫措施 完整接種者 從7天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改為即日起5天居檢加9天自主管理 但機師公會炮轟 即便增強為5加9再派飛 問題同樣會發生 即使公會怒批 機組員檢疫政策漏洞百出 不如暫停派飛高風險地區 今年7月起 針對打過兩劑疫苗 完整接種的機組員 只需7天加強版自主管理 裁接兩次陰性抗體陽性即可 被外界認為就是疫情大破口 像是新加坡機師和機組員居家檢疫後 仍要記錄14天狀況 紐西蘭的機組員3天入住政府規定的防疫旅館 台灣僅7天加強版自主管理 可以戴口罩出門 措施太過寬鬆 輕忽突破性感染的可能 專家痛批 難道當初3加11造成疫情大爆發 如今又要重演 當初3加11上路後爆發本土疫情 破萬人確診超過800人死亡 如今又是機師 可能造成Delta病毒入侵台灣社區 網友氣炸 痛批很多國家早就發現 Delta會突破性感染 台灣還是慢半拍 還有人嗆 所有國民都是檢疫14天 救你機師最尊絕不凡 上一次諾富特已經報過一次 民進黨確定還要這樣搞 機組員特權待遇 可能又造成疫情大爆發 民眾怒火難平 這台北綜合報導